感受生活 品味 文化 这里是文化时分 大家好 我是梁燕 今天节目里我将和您一起分享和感受文化的魅力 首先梳理近期文化热点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出台 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管理办法 将于明年3月1日起正式实施 办法规定 建设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 要以遗产丰富 氛围浓厚特色鲜明民众受益为目标 将非遗及其得以孕育滋养的人文环境 加以整体性保护 目前文化和旅游部已批准设立了 闽南 辉州 热贡等21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各省区市也设立了146个特色鲜明的 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区 全国优秀民族歌剧展演周日前在福建举行 文化和旅游部2018年 中国民族歌剧传承发展工程 四部重点扶持剧目和三部滚动扶持剧目参加展演 包括改革开放40周年题材作品 《平凡的世界》《命运》 现实题材作品《马向阳下乡记》 《有爱才有佳》 以及革命历史题材作品 《宜蒙山》《松茅里之恋》《尘埃落定》 百名摄影师聚焦中国改革开放40年图片展 日前在北京展出 图片展上汪文蓝 谢海龙 刘磊等 210多位优秀摄影师 40年来拍摄的325幅精彩作品 以光影艺术记录了改革开放40年来 砥砺奋进的故事 优秀原创动漫作品《版权开发奖励计划》 日前在北京揭晓了评选结果 《小鸡彩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绘本等 78个国产优秀原创动漫项目 获得中央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支持 这些获奖项目均是近年来 在内容开发品牌经营 海外市场开拓等方面 对国产原创动漫作品版权开发 具有代表性的优秀项目 浙江大学与陕西省文物系统合作的 科学考古研究日前发布 陕西复平银沟遗址 是中国古代陶瓷生产非常重要的遗址 该地区早在唐中晚期已形成了一个 有相当规模品种多样记忆高超 产品质量领先的北方智慈窑群体系 目前盖遗址发现各类遗迹 共1910处 银沟遗址的科学考古研究 还未解决古代文献中记载的顶周遥 及破解纷争不息的悬案柴遥 提供了全新的线索和思路 由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主办的 第五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展示会 日前在北京举行 34部优秀作品获得推荐 其中包括周恩来《最后600天》等长篇作品 以及《中国之薅》 《土油油或诺贝尔奖之谜》等中篇作品 江西黎川县地处五一山脉中段西路 是游干入敏的东大门之一 上世纪80年代 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 大批农民加入到东部沿海 发达城市的打工潮 近年来 在地方政府的扶持政策的带动下 外出打工的农民纷纷回乡创业 将这里打造成了远近文明的油画之乡 今年49岁的张国强 是日风镇的一名画师 如今一幅作品上千元的收入 让这位农民画师 有了更多的自信 去追逐他心中的艺术梦想 这样作品 我就随意想取了一个 我们老家的一部分 既不能把这个画面的众生 和一些意境打破 但是又要有一种 我们老家的那种居民 生活的场景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一批上海之亲 在黎川县开办油画培训班 带出一批 以当地农民为主的画工和画师 放下锄头拿起画笔 以示成为当地农民的新追求 1985年全国兴起打工潮 日风镇的画师纷纷开始奔赴 深圳 上海 福州等地 从事当时热门的 外销复制画行业 纯粹是为了而赚钱 没画画之前就在家里乌龙 到外面去赚工资的话 我们的工资是一千多 就是林某外国作品 就跟我来说 真的不能局限于这样画画换钱 可以增加一些自己 更多的元素吧 不需要太高艺术门槛的 林某复制工作 吸引了许多农民画师踊跃前往 其中仅在深圳大分村的 黎川级画师就达上千人 他们林某创作的油画 被销往了20多个国家和地区 2009年正知国际金融危机 大分村油画外销生意惨淡 此时日风镇所在的 黎川县委县政府 却看好这批经过市场锤炼的画师 出台免费为黎川级画师 提供店面的优惠政策 吸引画师返江 给一些油画政策 就在国安那边租了一条街 那是政府租的 就这样开始 一年后 政府建成了黎川油画一条街 2014年在文化部的对口扶持下 黎川油画一条街 扩大成了总面积达 5万平米的创意产业园 政府又出台了 基于每位入圆画师化工 三年免租使用店面 每月1000元扶持资金补助收入 等一系列新的优惠政策 先后吸引了500多名画师回乡 创办了50多家 与油画相关的企业和画廊 油画销售年产值达3亿多元 此外 他们每年还选派25名优秀画师 前往中国美院等 接受专业培训 不仅拓宽了画师视野 还提升了画师的原创水平 我一般50 60的 最高的是5000左右 就是生活上基本上有保证 在外面跟小孩子 都是没有去关怀 在家里面来了 就温馨多了 有一种自由画家的那种 那种心态存在 近年来 特色油画产业带来的旺克流 催生了日风镇文化家旅游的 发展新模式 地方政府修缮了 敏干省苏比埃政府旧址 明清老街等遗址 做大做强了一批 红色古色旅游产品 同时新建岩泉国家森林公园 等绿色宜居生态 提升了乡村游的品质和内涵 离川作为中央苏区全红线 红色遗址有几十处 仅日风镇老街上就多达十几处 这里保存了第一个 中共离川县委诞生地 红一方面军总部指挥部 中共领干省委 省苏维埃政府遗址等等 也有红军历史上最大的 检阅诗诗大会所在地 离合黄珠滩 我们的红色资源是非常丰富的 十大元赛 就有七大元赛 在我们离川生活战斗过 现在的话 我们经济上是富裕了 但是我们脑袋上更应该富裕 让我们这些红色资源 为我们的经济服务 也更好地传承革命烈士的那种遗志 如今 这条始建于宋代 繁盛于明清时代的老街 正在得到修缮和复原 在修旧如旧的过程中 当地政府尽量保留了古建的原貌 并在老街成立了金具票房和一春剧团 开辟冠心堂等地方特色小吃店铺 深挖老街的红色遗址文化和名人文化 以此来繁荣老街的经济和文化 在老街的南京码头上 这栋占地约300平米的双层百点老屋 就是张恨水曾经居住过的地方 这也是张恨水一生唯一一座保存完好的旧居 目前这座旧居已经作为张恨水纪念馆 供游人参观 我们好多人我自己还录了相 感受了这些文化的气息 把我们自己本身的文化素质也提高了 老百姓不仅是生活富裕了 而且精神上文化上有着新的需求 提出了黎川老百姓的文化品味和文学修养 五年来 黎川县旅游客流量犯了八倍多 年均达八十万人次 旅游业带动相关产业直接创收五亿元 一年比一年好 反正基本上能达到一年可能百分之十剔增左右吧 这得感谢习大大的好政策是不是了 我们一方面开发革命老期红色旅游之言 另外一方面我们还增添了生态绿色 绿色古色的文化旅游新内容 通过三色旅游大力推进文化与旅游的产业融合 成为带动乡村真心的新引擎 过去的画工成了今天的画家 过去的油画一条街 现在壮大成为文化创意园 改革开放四十年 革命老区黎川的谍变传奇 书写了一个新时代乡村振兴的精彩故事 有机会您也可以来到黎川 看看生态宜居的绿色 明清老街的古色和苏去旧纸的红色 来上一趟心仪的三色文化之旅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获取更多文化资讯 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关注文化时分公众号 参与互动 不仅有机会赢取演出门票或文创产品 还能参加我们的线下活动 有机会与您喜爱的艺术家面对面